這個第四槳比較長 所謂的圓阻跟這個串變 然後可變不可變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911到2025這個編排在課本的後面 我們前面講過這個字串是一個 但是呢說如果你需要產生很多個的時候怎麼辦呢 有一個東西叫圓阻Tumple 產生一個Tumple的這個物件 所以比如說呢這是一個空的沒有東西 然後呢或者是說呢你呢產生三個整數的物件 放在一國 那或者是說你儲存五個字串的物件 那有時候可以複雜一點 有時候呢這個是整數這個是字串然後這個是互聯 所以你可以儲存非常複雜的資料結構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整數 然後呢這個是另外一個Tumple 那在這個圓阻裡面呢它有兩個整數 接下來呢是一個單一的物件 那各位同學們就特別知道呢這個圓阻要求要一個豆粘 我們待會看如果沒有這個豆粘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圓阻本身是有順序的Sequence 你要儲存好幾個比較方便 好